你了解自己吗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要改变 但是呢不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 我们在L疗愈相谈室 由我跟简少年老师 将分别由占星跟紫薇斗树的角度出发 带给大家新的课程 新的角度 让你可以更了解自己 而且呢 就能够直接从爱情 财运跟职场的这三个领域里面 开始做出改变 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吗 请参考下方的资讯哦 我们从现在起到11月15号 都在做集资课程的活动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 然后我们一起迎向新的2022年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上半年的星象 以及呢 运势最好的前五名吧 2022年呢 基本上呢这一年呢 我们不能小看它 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从2020年到2026年啊 是我们人类全体的意识 跟大环境都在进行怎么样 转型跟演化的过程里 所以各位你不要想象 就是说一定会有某一年会特别好啊 平安无事 不是的 是我们大家都在进化当中 所以改变是必然的 可是呢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2022年 这一年特别是上半年 那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代表幸运 成长的这个木星 它的整个在星象上的展示 会给我们一个指引 那么在2022年呢 其实应该说从2021年啊 12月底的时候呢 木星就进入双鱼座咯 然后呢一路奔驰到5月11号 进入了白羊座 然后呢再来慢慢的呢 它会退行 然后呢在10月28号左右的时候呢 退回双鱼座 最后在12月21号又再进入白羊座 看到没有 这个木星就好像跳恰恰一样 没有往前往后哦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这个成长的过程 它一定会有一个来回的状况 在黄道十二宫里面呢 双鱼座是最后一个星座 它象征的是一种包容 没有界限 然后兼容并蓄 而且呢 它可能有的时候要有点牺牲 那么白羊座呢是第一个星座 它代表的是开创 所以呢这个木星的指引啊 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年我们可能要学会啊 要包容很多事情 要试着跟大自然环境啊 跟生活中好与不好的怎么样 和平相处 然后慢慢找到一条路 重新开创哦 所以今年的好运 大家要记得 你如果要好运的话 绝对不是靠一支拳雷打 就上雷楼 而是要靠很多支安打 慢慢慢慢的得分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还有一个挑战 叫做土天的胸向 基本上呢 2021年已经存在了 2022年它仍然存在 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呢 各位在4月30号的时候 有一个金牛座的日食 5月16号呢 有一个天蝎座的月食 那因为土天的胸向跟这两个月食日食啊 都在固定星座 所以代表的是 我们仍然会面对 可能在理念啊 架构啊 金钱财务上 有比较多的挑战 那特别是固定星座族呢 我们仍然会有一些事情要突破 那讲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点紧张是不是 不是的啊 我觉得呢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一个成长进化的路线当中 那么2022年跟2021年不一样的事 是它的好坏是分流的 因为呢在2021年的时候 木土都是在水瓶座 好坏往往是交织的 可是2022年有一个现象是 有可能好的事情会很好哦 但是呢 仍然会有一些考验啊 是我们单独要面对的 那从运势来看 上半年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很清楚的对不对 木星都在双鱼座 5月11号才进入白羊座 所以当然 它会带给某些族群 在上半年特别好运 第五名呢 我们给这个上身或太阳 在处女座的朋友 处女座朋友啊 在今年2021年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使不上力 但是呢 进入2022年上半年 你会有点为虚 因为木星跟海王星都在你的婚姻宫 感情宫合作合伙宫 所以你很容易有桃花恋情咯 合作好机会咯 好的客户咯 当然如果你想怀孕生子也是有机会的 甚至于你可能想要 嗯 那当然第二季会比第一季来得好啦 所以我觉得处女座朋友要有点耐心 那第四名呢 我们给上身或太阳 在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很有趣喔 其实你们正处于一个大的改变的那个时期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 你们会被压得有一点喘不过气来 可是你们只要撑得住 做得久 而且呢 有好好的这个奠基的话 在2022年上半年你们会看到成果 因为呢 这个木星会带给你们很多的贵人 很多的赚钱机会 很多舞台表现的机会 因为你这个信用可靠嘛 你过去的表现不错嘛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个时候会发笑了 第三名呢 我们要给的是上身或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呢 其实2021年我觉得蛮辛苦的喔 特别是你可能在家庭环境 或者是这个婚姻感情的 这个环境里面 你承担很多包容了很多 然后自己独立或者是 要忍受一点孤单的感觉 但是 木星进入双鱼座之后的 2022年上半年 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你是那个转机最大 变化最大的 因为2022年呢 有好的运势给你 也许辛苦的事还存在 可是好的事情会更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恋爱啊 想要做投资啦 想要有个人表现啦 甚至说你可能 之前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好 心理压力很大 在2022年上半年 这个都是可以被改善的喔 那么 第二名呢 我们就要给上身或太阳 带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的朋友 你们终于等到了好吗 这个2021的时候啊 巨蟹座的朋友呢 有的时候会有点闷 因为你可能觉得 为大家做牛做马 还帮大家这个负担很多 可是呢 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成果 好像被大家看清 可是在这个 沐昕进入双鱼座之后 他来到你的迁移工 所以你的身心 物质或者是非物质的世界 有一个大门敞开的现象 也就是说 你可能有更好的换工作机会 或者是你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 你也许也可以开拓新的这个市场 新的产品 当然 你如果有什么 比较跟未来远大的梦想 不管是结婚 还是创业 还是各方面 都有机会啊 在这一年 慢慢的扩展哦 那最后呢 第一名呢 我们当然要给这个 上升或太阳载 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的朋友呢 在过往呢 因为海王现在双鱼嘛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懒懒的 有梦想 但是没有行动力 或是有梦想 但是好像有一些事情 这个因缘不够具足 可是呢 在2022年的上半年呢 木星进入了这个双鱼座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完全被打开 木星它代表的是成长 是幸运 是资源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转换 换工作 搬家 迁移 或者是这个移民 有可能 你想要提升 你是学新的东西 你想扩张这个事业规模 扩张你的生活圈 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2022年上半年 我要给双鱼座 一句话就是说 你们不要让现实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当然也不要让过多的想象力 限制了你的行动力 只要你有梦想 而且能够有纪律的执行 我觉得上半年 双鱼座肯定是大赢家 以上就是我们2022年上半年的一个运势分享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我们下个月再见